给大家念一个私信 博主你好 我预算20万左右买这个轿车 开了2022新款的新能源比亚迪汉DMI插电混动 又开了2022新款的本田雅阁 这两款车该如何选择 我想买新能源比亚迪汉又怕用不住 想买雅阁又感觉中规中矩太普通了 所以说拿不定主意请帮忙参考 那我想问老铁一下 这两款车你们会选择哪一款 是选择比亚迪汉DMI 还是会选择本田雅阁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你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买什么车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帮助他一下 是不是 那么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谢谢 既然他输到了这两款车 那咱就给他对比一下 到底哪个自动拥有 咱给提个建议 先说一下2022新款的比亚迪汉DMI 差点是火焰动力 那定位一个中大型轿车 首先尺寸上要比雅阁大一些 雅阁只是中型的 那么售价22款卖22万到29万 最高配那款其实为什么贵呢 正常的就是223万245万 29万的为什么贵呢 因为续航里程长 DMI达到了240多的一个续航里程 可以说正常家用用不着 买他的这个普通版本 121公里的就绝对够用了 DMI 比你是油电粉和可以烧油 是不是 没有必要花29万买 比亚迪汉了 买242公里 如果说29万 那可以买选别的车型了 对吧 那么话说回来 这个 121公里这个呢 同等速度跑 跑高速也好 跑着没好 它能达到121公里 如果我们在市区买菜 带孩正常使用啊 已经能达到100公里 毕竟我们得一会儿刹车 一会儿油门 还得用一些电气系统 空调了什么的 根本达不到120 它是同等的速度 去开 并且考虑了大转的运速 咱们正常开车 只能考虑那个 是不是 所以说也就拿到100公里 包括它那最高配 那个242公里 也就拿到200 是吧 实际去开 是不是 那么其实这个续航里程 也就已经很牛了 有一些四五十万的 合制车续航里程 还不会100呢 才是七八十五六十 加起来跟没有一样 那不坑人呢吗 是不是 毕竟差五六万呢 这两款车 你还是性价比高的 还是121版本 是不是 242那个版本 起码也不那么高了 有29万 咱买别的车了 是不是 并且百公里加速 这个121公里 这个 它是这个 7秒 7.9秒 可以说 不是那么特别快 但是这个速度 也是绝对够用了 是不是 电动机的一个扭矩 是3146 马力是 电动机马力是197 还是非常大的 轴距是2920毫米的轴距 很长 快达到3000了 是不是 搭载的是 林酸铁力刀片电池 便捷厂家 最最合电池质保时 只要你手车车主 不限里程 不限年限的 去自保你 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后都是独立雄挂 我们再说一下 比亚迪汉燃油部分 搭载的是 1.5T 雕云 混动专用的一款 直奔沃轮扎发动机 热效率达到了 44.12% 并且匹配 ES电混系统 非常好的系统 扭矩是231 马力是139 匹配ECVD变速箱 用上了ECVD变速箱 更加到平顺了 是不是 但并且它有一个 什么科技呢 有一个叫 被动行人保护系统 这个系统非常好 就打个比方 合比说 前方 外一是撞下了 人这会是什么东西 它落在你的基盖上 基盖上可以说是 形成一个鼓起来 形成软质 然后人坐上来之后 就像落在气垫上面似的 建立对人的一个损伤 但是它这个系统 是得建立在 包括有安全系统之内 包括还得有危险预警 还得有防创系统 还有设计到传感器的一些技术 所以说挺复杂的 包括信息显示技术 通信技术 或者驾驶状态 这个监测 这个技术 是不是 那就必须匹配啥呢 这个车就用五个摄像头 八个超声超声玻璃达 还有一个毫米玻璃达 所以说 所有这些驾驶功能 都得在这个雷达之上 没有这些雷达 你没有那些功能 对吧 并且呢 这个比较得还好在哪 全系 它都给你 标配了头部的 膝部的 还有侧部的 还有正面的这个气囊 从低配到高配 全给你标配 所以安静系统还是非常高的啊 以前这些东西只能在 沃尔沃说 安静系统高 是吧 现在这些辅助的配置 也是非常好的 并且它是个移动电站 我以前说的 这个说也说过啊 如果出去玩 它可以用万一电源 烤肉干个什么的 可以有个移动电转 人家有个交换口啊 那么还有这个遥控驾驶 还有这个全系透明影像 就是说车底下 我也能看到 观察到 通过这个显示屏能观察到 所以说 它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雅阁啊 雅阁的泰尔河 燃油版 还有油电混合 但是它这个油电混合 它可不是新能源啊 它只能上蓝盘 挂不了绿盘 它这个油电混合 不能外用插电 只能说通过自己的发动机 给电瓶充电 外部充电充不了 没有这个功能啊 所以说它不属于新能源车型 那么燃油版呢 是17万到21万 油电混合呢 19万到24万 油电混合要贵一些 那么燃油版呢 搭载的是1.5T 高功率发动机 扭矩达到了这个 2.260 马力达到了194 绝对是个高功率的啊 匹配一个CVT CVT变中箱 有电混合 本田嘛 日系车嘛 就是万年不变的啊 CVT变中箱 那么 呃 有电混合 搭载的是2.0升的 自然吸气发动机 我们先说一下雅阁 雅阁对燃油版 还有这个油电混合 它那里的价值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燃油版呢 可以说 起步这一块呢 嗯 跟这个油电混合版本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 起步它的这个 爆发点呢 在涡轮增压 接入之后 爆发 爆发力才出来啊 推背感十足 啊 雅阁 那么前段起步的时候 爆发力没有那么强 这个油电混合呢 差点和它相反 起步的时候 用电更加平顺 更加安静 并且爆发点在前一段啊 电子一块扭矩很高 马力很强 速度就起来了 但后段的时候 靠这个发动机 去带动的时候 它因为是个自然吸发动机 所以说动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所以说 车在启动的时候 油耗会很高 费油 而前面的起步的时候 用电 所以说大大增加了 降低了它这个油耗 这就是油电混合的好处 但是都有好处和坏处 后期如果跑起来之后 这辆车动力好一点的 还是1.5T燃油版本 后进失误 那么 这台车雅阁开起来比较精准 比较灵活 但是唯一的操控非常好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隔音特别差 虽然用上了双层隔音玻璃 但是隔音还是差 底盘扎实感很松散 虽然还有这主动镜照功能 但是也不行 还是很差 悬挂呢 还是偏硬的 做完了这个本田雅阁的 这个驾驶感受 我们再说一下 新款的比较迪汉的一个驾驶感受 比较迪汉的开起来啊 可以说车的这个质感 是比雅阁好很多的 非常的精致 而且底盘很紧致 一点都不松散 非常好 并且这台车开起来 燃油和电动这一块啊 来回气换的时候 你感觉不出来 几乎是听不到 也感觉不出来的 非常的安静 很高级的感觉 而且它的底盘的扎实感呢 虽然没有那么敦适 但是完全已经超越了 它这个价位 非常好 并且有一些坑坑坑坑 或者有杂碎的声音 被过滤的传递到车内啊 也过滤的非常好 非常不错 完全整台车的性能质感 又超越了这个 雅阁 并且呢 一个新能源 有辅助驾驶功能 这个质感 不是你这个 燃油车能比得了的 根本就比不了 没法比 你开过新能源的车型 你再去开燃油车 你开不了 差距特别大 特别大 真的 并且整台车的这个工艺 用料做工作 也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两台车啊 我呼吁你还是买 比亚迪汉DMI 这个新能源领域 比亚迪这一块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是不是 技术非常成熟 非常稳定 并且油耗油耗很低 还可以是挂绿牌 我认为 它的优点 绝对大于这个雅阁 虽然是雅阁这台车 也很靠谱 发动机也行 也保值 耐油度也可以 但是 我认为 比亚迪汉 要比这个雅阁 各个方面表现得更好一些 那么老铁小伙伴们 如果说这个价位 让你去选择 或者让你选择这两台车 你会选择哪一款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欢迎大家 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